人人都渴望财富自由,那么有没有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变思维赚钱呢? 暴力赚钱思维,我们经常说,某某真有眼光,这是羡慕别人挣的大钱,成了富人。 富人为什么能挣大钱?因为眼光,而眼光来自何处? 思维,因为思维与众不同,所以才有了捕捉机会的眼光。 那么,富人有哪些比一般人,或称之为穷人的思维方式呢? 一、做事,富人许试看,穷人等等看,富人做事迷于行,穷人做事迷于私。 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富人会先做起来,而穷人则是观望。 二、决策,富人坚决过断,穷人犹豫不决,富人决策思想事,宁可过错,不能错过。 二、穷人决策方人是宁可错过,不能犯错。 三、困难,富人找方法,穷人找借口。 面对失败或困难的时候,富人会先帮百姓寻找解决的方法,而穷人只会找推卸的理由。 四、增收,富人讲开源,穷人讲节流。 富人财富观是广看开源实现财富增长,而穷人不懂开源,只会通过勤俭持家,以期获得财富自由。 五、金钱。 富人靠借钱发展,穷人靠存钱生存。 对金钱上,富人不会放钱趴在银行账户,而是通过再投资,甚至借待实现滚雪球发展,而穷人只懂得把钱存进银行吃利息。 六、项目。 富人先考虑机会,穷人先考虑风险。 一个新的项目,富人首先考虑的是机会,如何抢占先机。 一、穷人首先考虑的是风险,万一赔了杂败。 七、事业。 富人永不止步,穷人笑富己安。 在事业的追求上,富人很贪心,永不止步,而穷人则是很安心,不求大富大贵,只想笑富己安。 二、写心。 富人说没问题,穷人说我不行。 面对挑战的时候,富人有强烈的自信,会说没问题。 而穷人则是字幕否定,会说我不行来逃避挑战。 九、钱卖。 富人之关系网。 穷人之人情网。 富人的观念是人脉就是钱卖,算于知知知关系网打造自己的人脉银行。 而穷人之旧的只是人情网,并不能给自己带来钱卖。 十、方法。 富人靠是挣钱,穷人靠力挣钱。 富人善于分析,犹如下棋走一步看三步,靠趋势挣钱。 而穷人贫于分析,网绕看到的只是眼前利益,所以只能靠力气挣钱。 交易系统的思路一,从历史牛股的市值变化,股价变化,普本扩张,普本区间分析,寻找主力在制造什么样的牛股。 二、从历史上赚钱投机者的操作频率,资产电话,赚钱的个股从什么价位持有到什么价位进行分析。 从历史上赚钱的投机者的操作频率,资产电话,赚钱的个股从什么价位持有到什么价位。 这些赚钱的个股在股本和业绩等,有什么性质进行分析。 从而寻找最佳的操作频率,资产阻力位,股价阻力位。 三、通过的到达分析,就在你的交易系统说明中有充分的级表。 股东数据分析,换手率分析,指数对大盘中心的偏离度分析,寻找买点和败点。 四、指数偏离大盘中心的程度与仓位线性关系探索,创立指数和仓位的年度方程和纪度方程。 五、个股的排他性分析,特别是对回调个股的时间、幅度、交易量分析。 空中加油的特性分析,确立参与目标个股的最优数量、最优委托比数和最优的委托时间间隔。 总之,一个交易系统的形成除了有市场普遍性具有的特点外,也应有每个人个人的性格特点。 对于极致交易秒、小时、短线小时雨天、中线周雨月、长、线月雨年不同交易方式的人,其中已含有个人的操作特点,也应有所不同。 对于不同的市场和股票、期货、期权、假差交易、权政、基金、债券、外汇等在交、低系统中和子项的偏重点也应有所不同。 就是使用的技术维系统参数,也应做充分的调整。 交易策略也应有主则之分,从而使整个交易系统很明确。 不谈交易之前的分、新策略,从交易一开始。 交易系统最终要牢牢把握的就是3.1个买点与2个卖点,指引目标地与风险控制点。 从而在不明确的市场中以给律的方式获胜结,短阳长从而获取总的利润。 主,交易系统,特别是建立在大规模处具分析之上的智能交易系统。 需要充分模型化市场因素和交易整个性品质。 而本文中关于交易系统和新内涵的提法,是有具体启发意义的。 交易成功的全部秘诀就是,始终如一的坚持用自己的交易系统来交易,投资的成功。 重要的不是看你的工具有多么强大和优秀,而是你能否用好你的交易工具。 在通往财富梦想的道路上,最有效的策略就是专注和坚持一个良好的交易系统。 专注和坚持可以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 当你真正做到这一点时,你就可以创造你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奇迹。 坚持使用一个成功的交易系统,是想人物成就大事业的不二选择。 任何交易者都必须要将小事做成大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不要轻易怀疑自己已经经过验证的良好的交易系统。 成功的交易者有着一种与普通交易者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交易态度。 那就是所有的成功交易者都坚信,坚持使用一个成功的交易系统。 是想人物成就大事业的不二选择。 怀疑自己的交易系统是投资毁灭的开始。 超级操盘手笔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素质。 成功的交易者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素质。 他们拥有正确的思维方式。 严谨的交易态度,强烈的自信心, 活敢,和面对失败永不言败的精神。 即使在市场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也能完全按照系统交易。 因为他们知道,成功就是要有远大的目光。 克服人性转世的弱点,有坚持一个固定的盈利模式的耐心和信心。 白手起家的投资鬼才, 伯纳德巴鲁克巴鲁克1870,1965, 美国金融家,政治家和政治顾问。 股市的投机者,他既是白手起家的成功典范, 又是善于把握先机的股票交易商, 既是手段灵活的投资商, 也是通晓经济发展的政治家, 人们对他惯以投机大师。 独狼,总统顾问, 公元常以政治家等名号, 然而人们更愿意称他为在股市大崩溃前跑出的人, 创造第一个奇迹。 1897年, 阿鲁克创造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奇迹。 那年春天的华尔街, 美国链堂公司的股票开始暴定, 陷入悲观情绪的人们开始疯狂的抛售。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参议院正在讨论一下降低国外藏进口税的提案。 同时众议院也正在进行类似的律法程序。 参议院的一群一动, 时刻牵动着股市的涨跌。 但巴鲁克坚信参议院不会通过这项提案。 他认为西方的鞋菜种植主门和华尔街一样, 希望通过关税保护来获得更大的利润。 于是, 他用300美元为定金, 购入了3000美元股票。 后来, 果然如巴鲁克所料, 参议院否决了这项提案。 美国链唐公司的股票连续暴涨, 仅仅300美元, 就让他赚了6万美元。 30岁成为百万富翁, 1898年。 巴鲁克的投资才华, 再次让华尔街感到了震惊。 正在新泽西州老布兰奇, 裴妻子和家人共度折磨的巴鲁克, 从老板豪斯曼处德执席班, 雅舰队在圣地亚哥已经被美国海军见面。 美国已经取得了美西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阿鲁克立刻意识到, 这一胜利意味着, 战争即将结束, 美国的金融市场将随之快速反弹, 甚至有可能出现强劲势头。 第二天是7月4号国庆日, 纽约证券交易所按照惯例将停业一天, 但是伦敦的证券交易所, 应该和往常一样正常营业。 此时如果在伦敦地下购定股票, 然后在纽约的高价抛出, 中间的差额利润将是可观的。 可难提示, 阿鲁克如何在第二天伦敦证券交易所敲钟开盘之前, 赶到位于纽约的办公室。 由于时差, 伦敦证券交易所开盘时, 纽约才刚凌晨五点钟, 由于国庆日前一天, 已经没有到纽约的火车。 阿鲁克集中身至租了一列专车, 连夜向纽约狂奔。 最终在天亮时赶回办公室, 向伦敦发出了大量资金股票的电船。 第二天, 因为相信和平将带来好运, 正确交易所的股票开始纷纷上涨。 阿鲁克让老板和自己都稳稳地赚了一大笔。 当时, 在华尔街比拼的投资者, 几乎每个人都是某一领域的高手, 或者经济专家, 或者风险投资家, 或是场内交易人, 投资银行家, 而阿鲁克却能在短短的时间里, 将所有这些角色给予一生, 成为投资的多面手。 从1997年到1900年大约三年的时间里, 阿鲁克的个人资产上升到了一百万美元。 从一个以文不明的穷小子, 变成了令人羡慕的百万富翁。 而在1916年, 巴鲁克的净收入已经达到二百万美元。 博奈德巴鲁克的十句经典投资心得, 一,我能躲过栽大, 是因为我每次都抛得过早。 二,当人们都为股市换户时, 你就得果断卖出, 别管他还会不会继续涨, 当便宜到没人想要的时候, 你应该敢于马进, 不要管他的是否还会再下跌。 三, 新高孕育新高, 新低孕育新低。 四, 谁要是说, 自己懂能够抄底逃顶, 那准事再撒谎。 五, 别希望自己每次都正确, 如果犯了错, 越快支撑越好。 六, 谁活得最久, 才活得最逍遥, 才赚得最自在。 七, 他们不是被市场打败的, 是被自己打败的。 八, 作为投资者, 肯定有些股票会让人赔得个股铭心。 九, 一个人必须理解理性和情感, 在交替影响市场时的相互作用。 十, 对任何给你内幕消息的人士, 无论是理发师, 美容师还是餐馆跑堂的, 都要小心, 在股票市场, 没有免费的五叉。 在股票市场交易中, 一时的顺利会让你自以为运气复加。 但是一个真理是, 股票市场没有任何礼物, 如果你认为在一笔交易中很幸运, 通常会预示着你最初感到的幸运, 事实上可能是不幸运的开始。 当你幸运的得到某种你认为不应该轻易得到的东西时, 你就必须提高警惕。 例如, 被买入股票时, 成交价竟然低于委托价格, 或以当时的市价而成交。 这也许意味着对手方, 是多么想要卖出这只股票。 以至他们愿意低于当前的买价而卖出, 你卖出股票时的成交价竟然高于委托价格, 或以当时的市价而成交。 这又意味着对手方是那么渴望得到这只股票, 以至于他们很愿意为他付出更高的成本。 所以, 在每一件事情都正确的时候, 你应该提高警惕, 因为电动时刻总是短, 再到, 之后必然是一路下坡。 失败是股票交易中必然存在的一部分。 大的成功之后, 也可能是大的失败。 买入股票上涨的概率, 会随着仓位的增大而下。 这样, 当你满仓买入股票时, 市场对你最不利的一招就是下跌。 当你空仓时, 市场对你最不利的一招又是上涨。 大多时候, 总是专格你的操作作对。 那么股市作为零和景区, 攻击性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它体现在股价未来涨跌概率的微小变化上。 也就是说, 故事的攻击性和概率性先结合。 攻击性, 掩藏在股市概率性的背后。 所以, 我们千万不可买入下降趋势的股票。 越下跌越加仓是极为错误的行为, 特别是交易额小但价格回落。 至于是价格会继续下跌, 也证明股票没有向大幅流入。 每个人进行操作后, 初看起来, 似乎对市场没有什么影响。 股价仍然像原来一样涨涨跌跌。 其实, 涨涨跌跌的概率在操作前后已经发生了变化。 每个人的操作都会对位, 来的涨跌概率造成影响。 简言之, 你一卖, 股票就不爱涨而是爱跌了。 你一卖, 股票就又开始涨了, 市场筹码是固定的。 散户持仓越大, 主力持仓就会越少, 主力派发的节率也会越来越快。 这样, 因主力派发, 股价下跌的概率当然会越来越大。 从博弈的角度分析, 庄稼只有收集到足够的筹码才会, 开始拉抬。 你卖了几股, 市场上就少了你的这几股, 使庄稼收集变得更困难些。 这样, 就会推迟它的拉抬。 这个时候, 影响力的大小, 亏是你持有的仓位多少不同而定。 你的仓位越大, 水市场的影响越大, 买入以后, 上涨的概率就越小。 一般来讲, 卖入股票上涨与下跌的概率, 应该为50%, 而一代仓位超过你自己, 账户自己的一半, 则涨涨概率反而大幅下降。 当然, 散户对市场的影响力是很小的, 有一点点仓位造成的股票上涨概率变小也是微不足道的。 但不管有多小, 市场一定会体现出来。 特别是散户之间形成的合力, 更是难以想象, 而主力却完全能感受得到。 所以, 市场就是在跟每个人作对。 只不过, 这种作对不是直接和明显的, 而是隐藏在概率背后。 体现在涨跌概率的微小变化上, 使人不易察觉。 但用统计学的空点来分析, 则总体将有75%的时候, 是会直接和投资者作对。 有时主力为了很好的吃掉你。 在少数时候, 将会你想吃开一口, 以便把你养的更肥大。 一旦遇到这些十字星形态不能错过, 学会后轻松赚钱如何判别十字星。 一,量能方面, 十字星出现之后, 行情能否上升并也变成强势行情。 成交量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十字星构成前后, 如果量能使中温和放大, 十字星将会演化成阶段性底部形态。 十字星形成前后, 成交量不能持续放量, 显示增量资金入市多处, 比率官方状态中的, 则可能会形成下降中继形态。 二, 成交密集区。 成交密集区作为市场行情走向的重要参照物, 可以用于判断十字星所处的高低位置。 如果十字星离上当成交密集区等, 和新地大跃远, 会更加容易形成阶段性底部形态。 三, 市场走势。 如果反复震荡注底的走势中出现了十字星, 多数都是阶段性底部形态, 可以适当参与。 如果处于下降通道中形成的十字星, 都处属于下降中继形态, 不能轻易买进。 四, 行情热点。 如果热点集中, 并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号召力, 将会使热点板块有效形成去交换特征时, 就会使增量资金的介入具有方向感, 有利于聚拢市场人气和资金, 使后市健康发展。 而十字星肯定会向阶段性底部形态的方向发展。 如果行情热点不集中, 持续性不强, 说明热点缺乏号召力和资金凝聚力, 不能激发稳定上扬造市场人气, 容易造成市场有限做多能量的迅速衰竭。 从而十字星最终可能会演化为下降终极形态。 初解十字星组合。 一,联系十字星。 这是十字星看见的一种特殊形式, 也是一个更加强烈的紧实性变排信号。 既然已跟十字星说明多空双方力量达到均衡, 那么, 联系十字星则意味着多空双方将持时间已经很久, 弯紧的弦就要断裂,均衡即将被打破, 迅猛的变盘就在眼前。 二,上升中挑高十字星。 随着股价上升, 在中大阳线后常会出现或多或少的类十字星。 这些类十字星只是上场途中的暂时整理而已。 四日若骨架上扬且伴随成交量的有效放大, 一般为介入信号。 通常将再出现一波快速上攻行情。 本K线组合中类十字星数量多少不定? 少则一颗, 多则, 此颗, 无论经线多少。 只要再次放量上攻, 即会加速上扬。 库头斯者一般应该放量时及时介入, 坐下顺水推周之乐。 具体操作中, 要同时认真观察个股基本面和消息面, 以提防某些主力和机构借此形态片线出火。 三, 早成十字星, 又称希望十字星。 特征, 已出现在下跌途中。 二, 由三根K线组成。 第一根是阴线, 第二根是十字线, 第三根是阳线, 第三根K线实体。 深入到第一根K线实体之内, 技术汉逸, 见底幸好, 好事看涨。 四, 黄昏十字星。 黄昏十字星恰好与早成十字星相反, 其同样是由三个交易日的K线组成。 第一天, 骨架在上升途中, 出现一根实体较长的阳线。 第二天, 出现一根向上跳空高开的十字星, 且最低价高于头一天的最高价, 与第一天的阳线之间产生一个缺口。 第三天, 出现阴线, 并且阴线实体较长, 下跌时渗入第一根阳线实体的价格区间内。 这三根K线形态, 就构成了典型的黄昏十字星K线组合。 该形态是比较强烈的趋势转弱信号, 行情将随之进入正当下行趋势中, 投资者需要把握时机或力两节或只此出局。 到现悬谷原则, 一, 你是悬谷, 转式买谷, 在大盘一波下跌的最后两天只站上五月均线前。 从涨停板中悬谷, 这时的涨停板都有主力意图操控, 这时的涨停有想要筹码的, 有想趁涨停减烫的。 选出想要筹码的票, 放入紫旋库观察, 而涨停自日低开作量收音的不要, 高开放量收音的不要, 留下自日放量继续收养, 能够在涨停架上站稳三天, 且调整时量能均衡。 不过度萎缩, 靠近五日限时满入。 三, 移动涨停架一动, 自日低仓位挂单满入, 如笔布双雄, 前五长上远, 前五高开音, 长下影掌停, 下影送笔, 下影低于昨日收盘下渡课点以上, 当天又涨停。 四, 移动量涨停悬谷, 涨停后放出天亮, 随后几千虎架却能不跌板涨, 则指天爆量很可能是主力想进一步拉高, 涨停板悬谷如果能够准确识别紧仓为目的的涨停, 那短线收益将会大大提升。 五, 关于出货型或减仓型的涨停区别, 次日的量通常放大, 且收高开音, 涨停的位置上属于震荡期间内, 一个涨停板后股价并不能突破相提, 很多人以为股价会突破, 向前便宜, 但往往不能如愿。 实战操作中的T加灵交易, 主要分为两大类似种操作模式。 一, 正向, 追涨T加灵, 利手中持有一只处于上升趋势的个股飞当天满路。 突然发现, 由于某种原因大盘移动或摆快利好, 可能会出现短暂的超出预期上升速率的拉升。 于是快速追加资金加仓满路, 在获得预期的快速拉升收益后, 预计该股还是会回落回归到原来的上升趋势中。 于是, 在快速拉升之后的高A卖出当天满路的部分无法卖出, 但并非金钱满路的原有部分股票是可以卖出的。 这样, 就实现了T加灵交易盈利。 二,正向, 超比T加灵, 你手中持有的一只股票, 被当天卖入, 突然出现异常的快速下跌。 但是这个下跌并没有达到预设的卖出条件, 或者已经措施了合理的卖出位置, 反而进入了拥有较大短线快速反弹机会的位置。 于是, 这家资金超级满路, 在反弹修复这个短暂的超跌状态后, 迅速卖出该股当天满路的部分无法卖出, 但并非金钱满路的原有部分股票是可以卖出的。 这样, 也是一种T加灵交易盈利。 三, 逆向, 至少T加灵, 逆手中只有一只土鱼上升趋势的个股, 突然出现快速的爆发性上涨。 但在快速拉升之后, 可能由于各方面原因, 无法保持这种上涨速率, 需要回答支撑或回合原来的广和的上升趋势。 于是, 在高位先卖出一部分手中拥有的股票。 等到回答到背后再买回3000万万股票的资金, 只可以当天再用来买股票的。 这样, 既保持了原有的股票数量, 又把握住了盘中快速波动形成的额外价差。 这就实现了T加灵交易盈利。 4. 你像追杀T加灵, 你手中只有一只你暂时并不打算放弃的中线个股。 但你突然发现, 由于某种原因, 它可能会出现一波短暂的快速跳水。 于是, 果断的先卖出一部分手中拥有的股票。 等股票跳水之后再买回当天卖完股票的资金, 只可以当天再用来买股票的。 这样, 既保持了原有的股票数量, 又把握住了盘中快速波动形成的额外价差。 这就实现了T加灵交易盈利。 需要注意的是, 盘中波动的价差往往是比较小的。 判断稍有偏差, 就容易出现费力不讨好的局面。 比如做个差价的盈利还不够交易费用的, 或者差价太小加仓买入之后, 没能卖出就又跌回来了, 导致资金费性等等。 所以, 操作T加灵还是要审慎而安。 实战图解 做正T加灵 1. 各股可以做正T加灵的位置, 处于入日均线, 60日均线以上, 各股走势较为强劲。 先买后卖, 2. 买入卖出的试点。 方法, 一方面是因为尾盘买骨, 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早盘买骨的风险, 避免大盘跳水被套。 另一方面, 2点已经成为目前日内行情一个重要的转折试点。 3. 可记住的技术指标, 结合分时走势图MACD, 大到至简, 金插买入, 紫插卖出, 有些人跟着K线走势确定买卖点。 喜欢用30分钟KDJ, 也可以, 但是本大侠习惯分时买卖股。 所以首选MACD, 5. T加灵最佳操作时间, 1. 早上9点50分到10点, 10分往往是对建议交易日热点和股顺势拉高的阶段。 3. 容易产生短期的高点。 今夜, 在这个时间段高跑效果不错。 2. 上午盘10点到10点40分是阻力入场的时间。 此时间段如果热点拉升清晰, 大盘无忧。 今夜, 这个时间如果个户出现拉升, 借助力数据良好, 那对这股可以放心。 3. 上午11点10分以后的急拉, 除非市场非常强势, 否则不要跟风, 容易中套。 指数是拉给下午要买票的人看到。 4. 14点到14点30分是盘面最容易发现转向的阶段。 很多游子如果看指数14点后的走势, 相对稳健时, 往往会卸某只股票拉下停。 5. 14点30分到15点。 若是行情短信又多往往在这个时间段产生, 当然强势行情不存在又多, 而是进一步拔刀吸引人气。 炒股需要耐心股市之中, 急到冒进, 建立就追者, 往往劳神费力, 以无所获, 或者跳入陷阱, 挂财而出。 在未投入战斗之前, 炒股技巧有哪些呢? 一个炒股者最大的本钱就是耐心, 耐心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良好的耐心至少需要具备下列条件。 1. 稳定的心态, 不化德幻师。 2. 战略的眼光, 洞察大事。 3. 成熟的经验, 了解人性及股性。 4. 坚定的信心, 独立判断的能力。 耐心是磨练的结果, 是理性判断与操作的产物。 在股价或大师下跌途中, 如果你有一定幅度, 许多潮股者往往先要难握, 唯恐是去低点长期时机, 往往伸手拦腰拉住, 结果下跌是头不止, 不是割肉就是套牢。 买卖只在上跌不在价位之高低。 在做股票时, 正确的心理分析是最重要的。 大师下跌中, 潮股者尤其需要耐心, 要冷静研究大师走势及个股性格。 听起那种捕捉黑马的幻想, 耐心等待时机, 顺势而来, 在涨势中, 耐心同样是捕捉生机的重要因素。 有时在涨势中, 我们买了一只股票, 随后股票连涨两天, 却仍无力可获。 为什么呢? 熟悉黑线图的人都知道, 黑线有上下引线和实体三个部分。 股票失掌, 信心不足, 不敢入场, 费涨, 大盘启动, 人存游移, 股价猛声, 把持不住, 恐慌良机急发致近, 结果股票买价, 位于当月上引线之定端。 随后, 股价回落, 乔整, 第二天, 第三天, 虽然股价拉扬, 但却是比稳不上扬, 当然难以获利。 所以经验丰富的炒手都知道, 利好入场, 股票上涨当千, 并非最佳买进时机。 同时, 从一天股价分时走势图上开, 除了少数庄家把只炒作的股票价格, 几乎成斜线设拉败, 多数股票的价位在一大之中也是起伏变化的。 有的成效规则的波浪型, 有的则如其崩坏股。 所以, 即使股价启动上扬, 如是去最低点, 也有必要耐心选择一理想买点。 投的是机会, 就要的是人性中的做投机交易。 一页暴富就有, 但是千万不要学到, 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 意外之财, 不见的一定是善财, 其实往往都不是善财, 才本身没有善恶之分。 有善恶之分的, 世间有贪婪与恐惧的人心, 也因有希望而变得勇敢, 也会因有希望而变得疯狂。 投机市场最大的魅力在于, 这是一个未受瞩目的英雄之地。 当然不仅仅是你赢得很漂亮的时候, 当你输得轰轰烈烈, 足以内后人以为教训的时候, 也会经久不衰的成为交易者的饭后谈资。 无论你自询千残还是自残贴, 都会有输有赢, 只不过, 有的人过不了那仅有的几次大输。 对于最终的圣语付不代几次, 无关痛痒的操作。 所以永远也不要把自己逼近孤注一掷的禁忌, 把结果交给运气, 基本上已经注定了最后失败的结果。 其实, 所谓投机交易, 投的是机会, 交易的是风险。 更深入的抛台一些的话, 往往更是一些对人性的讨论。 交易就是纠错, 纠掉人性中的错, 错改掉了, 比如贪婪, 恐惧, 急躁, 盈利也就自然的水到渠成了。 在这个过程中, 最怕的就是心态, 总是很容易地走向各种极端, 做对了一次觉得天下没有自己不敢做的大字。 做错了一次觉得所有的机会都是见景, 学术益, 修心啊, 最珍贵的还是一份无论面对怎么样的行情, 都能够保持一份平静的心态。 散布在股市中要注意一, 心态是至深的前提, 我相信许多股民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就是本来开好一只股票, 或者朋友又介绍一只股票, 然后自己买了不断上涨。 但是, 到了最后你会发现自己买的有点少只有几百股, 相对于可操作资金来说还不到百分之十。 这时候的你, 是不是就该抱头痛哭了? 后悔当时没有多买一点, 这时, 你需要明白一点。 假如你买多了股价, 一路下跌怎么办? 是不是更后悔? 所以, 要由转而不喜, 亏而不由得良好心态。 另外, 机会总是留给胆大的人。 股市就是这样, 要赶于潮市, 不要畏惧。 二位指示王道, 我相信许多散股都接触过很多的技术分析, 大部分是趋势为王, 量价之间的关系。 然而, 我并不认同, 因为位置好了才可能让股民有更多的时间和资金去关注, 才能逐渐形成上升的趋势。 所以呢, 位置才是分析股票的重重之重。 三, 确定操作前了解股票的性质。 有些投资者喜欢随大流盲目买股票, 结果转转的不明不白, 亏亏的一塌糊涂。 做股票前, 一定要把股市行情打磨清楚, 包括它的历史走势是否乐观。 要搞清它的具体位置, 确定可以完全再进行进入操作。 四,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要虚心学习成功者的供典。 成功者总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 如对于行情结构的把握, 对于盘面的理解, 都是从长期实践中感悟出来的。 我们要总结把心变成自己的一套方案, 不足之处我们并将其完善, 最终自己才是笑到最后的人。 五, 出现多条线, 行运将出现。 股价在地位, 出现一条较较实体的阳K线, 将前面多条日K线盖过, 表明股价已经获得很强买力, 后期股价继续较大幅度上涨的概率很高。 六, 把握关键两阶段。 第一阶段, 向左看齐逃顶, 在大盘前期的重要高点附近卖出股票, 空仓, 为了避免它空, 等跌的景线附近重新入场。 第二阶段, 有效跌破景线位, 离场, 当跌势已经形成, 一旦有效跌破景线位, 手中如果有筹码坚决止损卖出。 七, 正确把握, 涨幅和回落的关系, 不管你买入价是多少, 总之从它当天的高点回过了百分之三, 你就应该引起注意, 往往回过了百分之三的个股, 在当天走势中一般都不大好, 很难再创新高。 但又不是绝对的, 因为股市中没有绝对二字, 是满财是流还得看个股的形态点量点量能限, 点量比点内外盘以及换手率, 它已涨了几天, 这些综合后, 你就该选择, 那还是流浪。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